大家都非常關心近日在理工大學及附近一帶發生的事 包括警隊採取的行動 我在此先講幾句 背景是在過去一周 有激進網民發起的所謂三霸的抗爭行動 出現了大規模的倒路 嚴重破壞社會的秩序 危害市民的人身安全 令到香港多區滿目瘡疑 我們留意到在幾間大學成為了重災區 被暴徒佔領 有校長跟我說 他的校園已經全面失手 校園遭受到的破壞程度 是令人慘不忍睹的 相信日後的復收 亦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更加令人震驚的 是大學的校園已經變成了一個冰工廠 很多武器都在校園製造的 我知道有一間大學發現了有幾千個未用過的汽油彈 亦都有一些化學的實驗室裡面的危險品被偷走 亦都有一些大學好像成為一個練兵場 譬如將整個泳池的天台 來訓練一些人士如何進行衝擊或襲警的行為 從校長的口中 我也知道 其實不是所有佔領校園的暴徒都是他們的學生 甚至是很少部分只是該校的學生 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嚴重的 然後我想說過去幾天 暴徒是集中了在理工大學 但我亦都相信同樣的暴徒可能早前是出現在其他的大學 特別是在中文大學 他們大肆破壞了紅磡區和尖沙咀區一帶的公共物設施 令到這兩區變了仿如一個戰場 紅磡的過海隧道這條香港交通的主動物 亦都已經停止營運了差不多兩個禮拜了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警方就住在這一帶破壞的暴徒 而是躲藏在理工大學 是需要採取拘捕的行動 有關拘捕行動的過程 昨天警方在記者招待會也都是詳細交代了 而我知道政務司司長連同三位局長在昨天會見傳媒的時候 亦都作了一些回應 我在這裡想重點講兩個原則 因為由昨天開始到今早 我都是和警務處的高層 事實上是警務處處長本人 可能大家都留意到 今天11月19日國務院命任了鄧炳恒先生 成為特區的新一任的警務處處長 所以昨天他儘管以副處長行動的身份 我都是不斷和他保持聯絡的 我告訴警隊 在一個這麼艱難的行動中 我有兩個重要的原則 他們都和我有默契 他們都同意的 第一就是必須要和平地去解決 我們是非常之希望 我們非常之希望可以和平解決這件事 我為什麼要用非常之希望呢 因為主導權不在我們的手上 如果匿藏在理大的暴徒 是採取非常之致命的攻擊 我們難以達到和平解決這件事的目標 但是到今天為止 這個仍然是我們希望做得到 是和平解決 要和平解決其實並不很困難 我們已經多次預告和呼籲 留在理大的人士 只要他們放下手上的武器 只要他們是有罪 這樣出來 在出來的過程也都不會使用暴力 按住警方的指示 就是可以和平處理 第二個原則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在理大校園裡面 是有部分的人士受傷 是需要醫療的照顧 也都有不少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 所以我和處長的默契 是我們必須以一個更人性化的方法 來處理這兩批人士離開理大的校園 所以大家看得到 受傷的人士 如果他們是去打電話 給消防救護人員 是會進去幫助他們離開的 在昨天下午也都安排了 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伍 進入去為這些受傷的人士 即時提供的治療 以及安排他們離開 對待這一類的人士 警方是會首要安排他們入院治療 然後其後才會採取跟進 包括調查或者要拘捕 另外一類的人士就是未成年的人士 未成年的人士 我們亦都是以一個人性化人道的立場來處理 所以亦都透過一些和我們接觸 經過我們安排 能夠進入去的中學校長 或者是教會的朋友 亦都包括大家在新聞裏面看到的曾玉成先生 張大明先生 或者是理大的校長 希望去勸喻他們離開這個校園 亦都是安全地離開校園 讓他們知道 只要他們是不用武器 不用暴力 是有罪地跟隨著這些人士 或者自己走出來 警隊對他們的特別安排 就是只是登記 他們就可以馬上離開 但當然我們仍然是需要保留 這個日後追究的權利 因為在這個匆忙的期間 是很難決定 每一位18歲以下的人士 究竟有沒有觸犯刑事的罪行 這個是兩大原則 我要求警方處理這件事 但我必須強調 尤其是和平解決這個原則 是需要在校園裏面的人士 來去接受 來採取這個主動 走出來 就一定不會受到警方的武力的應對 接著想說一下掌握最新的數字 去到今早 我掌握的數字 當然是來自警方 大約是有600名人士 是離開了理大的校園 其中大約200個是未成年的人士 是18歲以下的人士 那好像我剛才說 全部都是相對地很平靜 亦都是安全地來自首的 不少亦都是獲得一些校長 或者是其他的人士 陪同離開校園的 我們自己派出的社工 亦都有提供協助 他們只是被登記就可以離開 並沒有 我再強調 並沒有即場拘捕 而這個安排 已經是一個特別的安排 因為在警隊進行動的時候 已經是說了 所有的人士 都會需要面對法律的責任 但考慮到特別情況 他們的年紀 以及我們希望和平處理的目的 我們作了這個 是不會即場拘捕的決定 至於18歲以上的人士 是需要即時拘捕 無論他們是自己自首 或者是他們 用某種方法離開的時候 但是選擇可能是用一些暴力 或者是其他方法 是被警方主動拘捕了的 這個類是大概400位 所以我剛才說了 大約200位是18歲以下的人士 400位是18歲以上的人士 至於目前在理大的情況 當然那個平放我們很難完全掌握 因為理大的校園都相當大的 警方的估計應該大約是只有100多人 我們仍然是用我剛才說的原則 那兩個原則來處理 希望能夠和平解決這件事 也都希望如果在這100人裏面 還有一些18歲以下的人士 都是用剛才的方式來處理 按照我們理解 現在應該還有十多位的校長 和這些團體的代表在裏面 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這個支援 或者是繼續遊說他們離開 剩下這百多位 我們仍然會繼續努力去尋求其他方法 遊說勸喻他們離開理大的校園 是出來的 definitions 様ати 們 需要